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这俩是谁 只是作品能够达到今日的成就 真的是他们一人所为吗 不 在他们的背后 有位神秘人物一直在默默支持 他的名字叫三母一马 一位轻小说编辑 这人为了刀剑魔镜等诸多动画操心操力 之前甚至为了让粉丝耐心等待魔镜第三季的制作 不惜向粉丝下跪谢罪 请他们耐心等待魔镜第三季的消息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位三母一马 三母对魔镜的功绩 远没有给动画宣传站台下跪这么简单 就像偶像的背后总有普罗丢撒的知识一样 没有三母的强力援助 魔镜这本书能否获得今日的人气高度 就尚未可知了 那么三母为什么会具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就需要从他的从业经历等各方面入手了 三母一马出身于德岛县 在日本上智大学念物理系 00年毕业后 他便到脚穿公司旗下 ASK MediaWorks去工作 因为公司内部变动的缘故 他接受人事调动 去同属其公司的电机文库做编辑 现在的三母已经离开电机文库 创办了自己的作者经纪公司 在任责任编辑的这段时间 三母负责的作品有这些 着眼的下纳 加速世界 刀剑神域 魔法高效的烈等生 魔法禁书目录 重装武器 说谎的男孩与坏掉的女孩 我的妹妹哪有这么可爱 埃罗马阿老师 这里我们只列举了三母负责最具知名度的书 还有一些颇具知名度 但年代较为久远的书 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作为编辑 三母制作书籍颇有心得 三母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经坦言 让作者清楚自己书籍核心要素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作者暴露自己的性癖 对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性癖 写过小说的小伙伴都知道 创作的时候 时常有着写着写着 就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的时候 渐渐激情没有了 小说就这么坑掉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 作者写作时 偏离动笔前所制定的方针 如何解决的问题 三母给出的解决方案 正是在制定写作方针时 与自己的性癖 紧紧的绑定在一起 大致的意思是 连自己的无法感到兴奋的内容 无法让作者自己充满力量的写完 一定要让作者自己感到兴奋的东西 如此才有潜力 怎么样 是不是听上去特别神经病啊 先别急着嘲笑 正是这脑回路清奇的教导方式 一步步经典作品和一位位经典角色 就此诞生了 先说暧昧吧 最初作者福建斯还是新人 他的出道作 《13号爱丽丝》的销量并不理想 就在这个契机之下 福建斯开始构思新作 这时候三木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的一头 三木开始围绕新书的人设 对福建斯说了堆不着四六的婚话 这俩开始认真讨论起 诸如妹妹 色情游戏 泼辣刁蛮的人物属性等等问题 正当福建老贼一筹莫展的时候 三木随口一说 喜欢色情游戏的泼辣妹子 是自己的妹妹 我觉得这样超级棒的 最终在三木的套话下 福建老贼来了灵感 他打算写关系超级差的兄妹 通过玩色情游戏换回兄妹感情的感动故事 听到这里 三木忍不住补了个刀 说道 这莫非就是福建老师的姓P吗 结果福建老贼不光没有否认 还不要脸的承认了 这就是高版童奈这个角色 以及矮昧这部作品诞生的最初过程 在其他小说的创作中 三木的姓P调教法也无处不在 比如说《刀剑神语》中 铜骨职业这一人物的诞生 在《刀剑神语》的出版中 实际上并没有铜骨职业这个角色的详细描述 而他之所以会成为后来的样子 是因为三木在开会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对川原说的一句 职业这个角色胸部一定很搭呀 原本只是句随口说出的玩笑 结果三木立即发现 诶 这句话又搞透啊 于是他和川原开始一本正经地 讨论起了欧派与魅力之间的关系 沿着三木提供的线索 川原终于发现 女性魅力的最大体现就是欧派 就这样 川原燃起了对职业这个角色的爱 认认真真地塑造她 最终啊 职业成为了人气 可以与雅思纳平分秋色的女角色 有一回三木在咖啡厅里 听到有两个女子高中生 正在讨论刀剑 一位说你认识职业吗 另一位答 同人那个胸部很大的妹妹吗 听到他们的谈话 三木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到现在为止啊 他还常常拿这件事 当做标榜宏伟公寄的谈资 自然三木一句话 就让职业变成了世界杯 就算是我啊 也觉得三木足以称得上 轻小说戒的伟人了 除去头奶和职业 三木还与作者讨论过很多问题 比如抛截的裙地穿内裤 还是安全裤 湿奶为什么要戴眼镜 下那该不该 与比他自己身高还长的大刀 作为武器等等等等 从此以后 三木就将这种协助作者 创作的方法总结为 信比说 不得不说他真的很精神病 他手下的作者 更是精神病中的精神病 这种诡异的对话 也能进行下去啊 总而言之啊 没有三木的临门一角 可能无数有血有肉的人物 都无法出现 在附近老贼 川原 河马等一系列作者 创作故事的时候 很有可能啊 许多核心灵感的来源 都与三木一马 有直接关系 甚至可以说啊 这些作品是由作者与三木 共同出点子 一起发挥的结果 有关轻小说的诸多影响 大多都有三木 在背后推波助来 如今不少人对轻小说的 整体印象 都来源于三木 做责任编辑的很多作品 因此在粉丝圈 这位轻小说编辑 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 截止在电机文库离职为止 他已经做到了 电机文库的副总编 据三木讲 到2015年 他负责的书籍 累积总销量 已经突破了6000万册 在圈子狭小的轻小说界 这样傲人的成绩 足以让三木一马的名字 载入轻小说发展历史 不过 你们只以为 三木的成就 就仅限于轻小说领域 那想的真是太简单了 去年B站放送过一部 叫做《奇目南雄的灾难》的动画 这部作品不同于 以往的日本动画 采用周根的形式 而是改成了一日一更 频繁的更新 加上作品本身不错的内容质量 让它一度 在B站相当火热 出于好奇 我也去查阅了 这部作品的制作信息 结果发现 这部作品是JC Staff 以及一家叫做 EggFan的公司 共同制作的 提到JC 我想很多人都熟悉 毕竟这家公司 曾经做过的 亚利亚 魔镜 夏娜等作品 都给一个时代的观众们 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但是隔壁的这个 叫做EggFan的公司 就显得比较陌生了 为了称呼方便 我们暂且管它叫做 《铁弹》好了 这家以五年 才成立的新公司 《奇目南雄》 是他们参与制作的 第一部动画 在这部动画 开始制作的同时 有几个人 成为了他们家的股东 其中有三个人公开的名字 分别是 《川原力》 《新房招之》 和《大河内一楼》 一家小公司 竟能把最知名的 轻小说作者 动画导演 和脚本家 纳入麾下 你们怕不是要做一波 今天第七块神的 网游自害中二大片吧 于是我赶忙去翻了翻 这家公司的官网 结果发现 在公司成立之处 有很多业内的知名人物 都向这家公司 发出过祝贺 除开刚刚说的三位 还有你的名字的人物设定 田中江赫 《学院莫失录》的动画编剧 《黑田杨界》 以及几家动画公司的老大 再往前追溯一下 这家公司的具体信息 三姆伊玛的名字 赫然出现在其中 原来在川原 新房 大河内成为股东的 几个月前 三姆伊玛就已经成为了 这家公司的外部执行董事 联想到最近刚刚上映的 《刀剑神域》剧场版 这家叫做《铁弹》的公司 也参与了制作 足以说明 三姆肯定掺和了很多事 这些事情 都是在离开电机文库以后 三姆行动的冰山一角 可以说 有关青小说和青改动画所有的大新闻 估计至少有一半 是三姆伊玛搞出来的事 听到这里 想必有些观众就有所察觉了 没错 铁弹公司的三位股东 川原 新房 大河内 这几个人与三姆 可谓是关系千万重 大河内编剧的动画革命机 三姆本人就在作品中 担任副总编剧的工作 新房制作的动画 青春男与电波女 其动画制片人与原作的责任编辑 也正是三姆 川原嘛 就更不用说了 讲到这里 我突然开始怀疑 革命机第一季 那赶天动地青妈爆炸的第十集 会不会是大河内 在三姆的教导下写出来的 毕竟 大河内的新屁嘛 就是NTA加XXX 三姆只是让大河内 勇敢的承认了这一点 铁弹能请到这些动画圈的名人助阵 想必肯定获得了三姆的很多帮助 所谓先有金子 后有天 三姆更在金子前 现今轻改动画的营销和人际运作 三姆说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可以说三姆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轻小说圈 他在动画圈 也是非常有能力的工作人员 不然一部又一部经典的 轻改动画如何出现呢 其实在三姆对于轻小说 曾有这样的看法 文笔剧情什么的 对轻小说来讲一点也不重要 关键要有爱 当然这句话不是要告诉作者们 得像蔡武岛一样用爱发电 以我个人见解 这番发言其实缠明了现今创作的困局 总有创作者想写出文风细腻 情节兴奇的好小说 只是好小说的标准就是这样吗 三姆的这一说法是为了提出质疑 纵观人类创作故事的历史 所有的故事都能从远古的故事中找到原形 其中很多的元素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比方说圣经里就有大量副架绿帽龙傲天的桥段 至于很多美国主流商业电影 也都能从古代神话体系中找到原形故事 也就是说无论作品怎么写怎么玩 绝对跳不出远古故事原形的框架 我们现在写的东西都是古代人玩剩下的 基本桥段 基本故事框架 基本没有变动 变得只是根据如今文明发展 去添加新的血肉而已 在故事层面求新求变是不存在的 正因如此 如果让千面一人的故事写出自己独有的精彩 三木给出的解答是 寻找自己内心中的那股激情 找到并且遵循它 尽一切可能尊重读者的喜好 讨好他们 只有这样千篇一律的故事 才会变成只有自己才能写得出的故事 所谓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三木的信笔说看似歪门邪道 反而非常有效地 切损了作者创作过程中 最应该把握住的东西 个人表达 无论是动画创作 还是小说创作 没有这股源自人性欲望中的原始冲动作为主导 就无法让创作之魂熊熊燃烧 就像某位我很尊敬的UP说过的 如果没有爱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才能干得下去 这份动画的工作 有人说 三木是清小说编辑中的奇才 亦或者说动漫产业商业运作的 行家离手 以我所见 三木一马是给懵懂之人洗礼的牧师 在他的引导下 一位又一位创作者明白了创作的本质 只想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深爱创作原理的工作者 与各种充满激情的创作者 通力合作 无数部经典的作品才得以出现 就像大和那一楼在访谈中所言 永远不要拒绝与优秀的人合作一样 在日本动漫的产业中 各领域间的行家离手 相互合作的案例 比一比揭示 三木一马 只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那些在台上接受的 荣耀星光闪闪的动画名家 清小说作者 是无数不是初的高手 背后默默支撑起来的 创作的路程很难走 产业的繁荣更不简单 有无数裁军的相互支持 谁又能相信 日本动画真的要玩呢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我是玩偶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